李济承咬金玉池公三位名将 红氏领钉围攻 这世上谁还能顶得住 包 启并战谱 杯子在北方三十里出遭遇了唐军之后 发现了唐军 唐军终究还是回原了 不过只有一路而已 我们十万吐蕃勇士击败他们便是 可知领军的是谁 杯子急着回来并报 没有确定是哪只唐军 战谱 末将院领兵一战 并会击败唐军将唐军主帅的人头 献给战谱做酒杯 还不确定到底是哪只唐军呢 将军稍安无躁 道 启并战谱 杯子在南边三十里遭遇了敌军的赤后 你没看错吧 南边怎么会有敌军的赤后 杯子绝不会看错 杯子等还和唐军的赤后激战了一场 难道说有两只唐军一同回事了吗 接下来是一场恶战啊 松赞干部心情十分凝重 若是来了两只唐军 那他几乎不可能攻破新海城了 倘若其中有礼计的话 那他能不能战胜都是个问题 不过已经攻打了这么多天 就此退兵实在太不甘心了 爸 齐炳赞谱 杯子在西边三十里处遭遇了唐军赤后 特来禀报 什么 西边也出现了唐军的赤后 回赞谱 杯子确定西边有唐军正在逼近 新海城又没有人拖位去求援 为什么三只大军不约而同的回事了 三只唐军突然全部回事 而且分布在北南西三面 而东面就是新海城 四方合围 这绝不是巧合 皮小宝此人深不可测 也许有什么诡异的手段向三只大军求援 不 这就是一个圈套 皮小宝作为诱饵 带着神机营 进驻新海城 引诱我们来攻打 然后三只大军合围 原本我就一直觉得有些奇怪 现在回想起之前的工程 我才明白 原来皮小宝一直都在刻意控制城里的火枪 就是为了引诱我们工程 让三只大军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合围 赞谱 即便是三只大军合围又如何 我们一样不怕他们 三只唐军合围 我们已经不可能攻破新海城活着皮小宝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在此和唐军决战 不如退回土玉魂王城修整一番 然后以一代劳再与唐军主力决战 保住咱们打下的这片土地 末将尊 即便是三军合围又如何 能围得住我们吗 不能 能全歼我们吗 不能 赞谱 那我们从哪里突围 向哪个方向突破都一样 所以选最近的 直接向西突破 一路回土玉魂王城 此时皮小宝站在城墙上 不用望远近 都能看到西 南 北 三个方向一片昏黄沉沙 这说明三只大军已经完成了合围 维坚之战终于要开始了 也该神机营出城一战了 打开城门 神机营出城列阵 若是吐蕃人发动进攻 所有火炮全力开炮 不必再留守 是 老薛 骑兵营就交给你了 你们从另一城门出城 在吐蕃骑兵出现颓势之后 你带领骑兵在两侧发动突袭 配合神机营火枪兵完成合围 力求将吐蕃大军全歼于此 力求将松赞干部留下 放心吧 国公 我都明白 据领报英国公 鄂国公和卢国公 告诉他们松赞干部也在军中 不要放走了这条大鱼 是 国公 骑兵赞谱 巴尔赞将军派人来禀报 星海城的城门打开了 神机营正在出城列阵 巴尔赞将军请示赞谱 是该撤军还是该冲击神机营军阵 皮小宝竟然带着神机营出城了 那还等什么 命巴尔赞立即进攻 击溃神机营军阵 务必申请皮小宝 巴尔赞领着两万人攻城 或许不行 但是打败出了城的神机营 还不是十打九稳的事 兄弟们 我们攻城这么多天 就是为了生擒皮小宝 而现在皮小宝就在前面的军阵里 兄弟们随我冲啊 生擒皮小宝献一赞谱 兄弟们 我们挺过来了 胜利就在眼前 大功就在眼前 冲啊 二百五十步 二百四十步 二百二十步 预备 放 换 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伤亡 但是巴尔赞带领的大军 仍然在不断地冲锋 冲锋的速度极快 距离火枪阵已经越来越近 冲啊 再坚持一下就冲过去了 到时候神机营 就只能让我们屠杀 全体上刺刀 准备进攻 顶上 巨马 刺 虽然火枪阵 虽然火枪阵在遭遇了巨大的冲击之后 很快就稳住了阵型 但还是有不少火枪兵倒下 皮小宝感到心在滴血 他远远看了一眼薛万彻所在的方向 是时候该骑兵银出击了 兄弟们随我冲啊 不能给吐蕃人调整的机会 火枪兵上前 兵败如山倒 巴尔赞一脸的绝望 本就伤亡巨大 如今更是没有希望 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 他明白 纵然是赞普青来 也没有回天之列 赞普赞普 巴尔赞兵败了 被神机营击溃了 看来神机营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皮小宝既然敢带着神机营出城 肯定是有所准备 说到底 还是低估了皮小宝 全军向西突击 突围出去 直奔土御魂王城 不可恋战 西边正是李济所带领的大军 他早就做好吐蕃大军 从他这边突围的准备了 想从这边突围出去 可没那么容易 大唐可不只有神机营 不只有火枪和火炮 长枪阵列阵 莫刀营下马列阵 长枪阵挡住土国骑兵的冲锋 将骑兵的速度降下来 然后莫刀营压上去 一时间 人马聚碎 真正的血肉纷飞 在勇武的骑兵 在莫刀营面前都像是小孩一般 李济带着骑兵在两侧阻击 长枪阵则挡住了土国人的去路 莫刀营则在不断的屠杀 萨姆命理带着帐下最精锐的骑兵 务必冲破一个缺口 赞普放心 末将誓死也要冲破一个缺口 随着唐军的包围圈逐渐收紧 松赞干部脸色苍白 看来是要生情的 赞普此刻形势危机 而赞普深系吐蕃的命运 末将愿披上赞普的战甲 吸引唐军的注意 我身为赞普 岂是贪生怕死之北 我要与将士们一起 浴血拼杀 杀出重围 形势危急 还望赞普以吐蕃万千百姓为念 不要犯险 若是赞普深陷敌阵 那吐蕃的统一大业必然分崩离析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还望赞普保重自己 同一末将的请求 也罢 若不是为了百姓和大业 我一定会和将士们 浴血拼杀到底 将所有的亲卫集合起来 找到薄弱的地方 然后直接杀出去 赞普 我们亲卫只有一千骑 是不是多集结一些兵马 不用 若是集结的兵马很多 唐军肯定会调动兵力 围追堵截 集结的兵力少 反而容易从空隙中杀出去 毕竟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勇士 好小子 还真让你给算着了 这一次被杀赢得漂亮 是啊 不止来了十万打军 还把松赞干部给吸引来了 你小子这吸引力可真是够大的 松赞干部这老小子 不会已经被斩杀了吧 来人 四处搜一搜 将将领模样的尸首全部抬到一处 去找些会说汉话的俘虏 让他们认一认 看松赞干部是死了还是被俘虏了 启禀国公 末将等找到了一具 串着松赞干部战甲和披缝的尸体 不过竟俘虏辩人 那并不是松赞干部 这老小子有点怕死啊 竟然和麾下换了甲衣 那这么多尸体 怎么找松赞干部的尸首 松赞干部很可能已经逃了出去 不错 松赞干部既然让人换上了他的衣甲 那就说明他很怕死 既然这么怕死 那他一定不会死得悄无声息 包 启禀国公 有投降服录交代 他看到松赞干部的情卫队冲破了一个缺口突围了出去 松赞干部逃走了 那赶紧派人去追啊 有不少漏网之鱼从间隙之中逃了出去 松赞干部很可能就在其中 我提议咱们各派一支骑兵去搜寻松赞干部 如何 好 既然此战已经结束了 那就将捷报加急送往长安吧 再歇息半个时辰 咱们就继续出发 赞普 天爷已经黑了 唐人不可能追来吧 是啊 赞普 卑职等虽然不累 但是就怕战马受不了啊 现在唐人应该已经清理完战场 也应当已经确认我们突围了出来 皮小宝他们肯定会骑兵连夜追击 咱们距离星海城还很近 这里太危险了 所以必须连夜出发 可以行得慢一些 顾兮马力 但是绝不能停下来 赞普 咱们往哪儿走 是找个地方聚拢突围出来的兵马 还是直接回吐蕃 现在不宜聚拢兵马 突围出来的骑兵会自行返回吐蕃的 我们若是直接返回吐蕃 肯定摆脱不了大唐的追兵 太危险了 所以咱们要找一条大军不好走的路迂回一下